大岳 嗨 教大家快速查找 对应年的方式 什么叫做对应年呢 通常我们就是知道 马西元2021年 民国100年 今年又叫做辛丑年 怎么样 可以一听到民国38年 它是什么年 它是什么 什么 加起来 有个小撇步可以交给大家 首先 黑板上 有 已经先帮大家把十天杆列出来了 那不管你习惯的是用民国年去计算去看 或者是你是国外的朋友 你用西元年去看 都没关系 我们先帮大家把小撇步写上去 逢三为假 这个是我们在对应民国年的看法 如果你使用的是西元年的话呢 我们就是逢四为假 这是西元年的部分 我们抓历史上的一年 来去做推算 因为逢三为假 民国的43年 这一年 它刚好是甲午年 是那个战争 的那个甲午 没有 没有任何关系 纯粹就是那一个年 它刚好就是甲午年 我们把它写上去 43年是西元的哪一年呢 我们有交过十岁许岁的换算 所以民国43年等于西元的1954年 这个怎么去看呢 43年的位置在这里 我们刚刚说逢三为假 民国43年 它的尾数是三 我们就知道那一年是甲什么年 那民国43年的流年命工 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像今年是新丑五年 今年大家的流年命工 都在丑这里 这是五 所以民国43年 我们很快的就对应 它是甲午年 好 那一样的 西元年呢 逢四为假 如果你看的是西元的话 它是1954年 是在甲 甲再加上下面的地支位 合并起来 所以我们知道 西元的1954年 就是甲午年 好 十年一轮 所以我们可以用一个方式 先把逢三对应的年写上去 我们就把它写到103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写呢 嗯 大约实际上来数一次给你听 去年是109年 今年是110年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流年啊 都是顺时针在转 当民国43年 位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43 44 45 46 47 48 49 50 51 52 53 因为我们的年实际位 但是命盘有12格 所以一定会空个两格 53 再数一次 54 55 56 58 59 66 62 63 63 所以我们用隔两格加十年的方式 我们就先把3都把它写上去 所以43 53 63 83 93 103 那一样的意思齁 1954年 我们一样把西元的年度也都先把它标上去 好 这样子 民国年跟西元年呢 那一年的流年的命工位置 我们就帮大家都先标好了 那之后我们要去找的时候呢 就可以很快速找咯 那我们现在呢 就来抓几个年 换算一下 举个例子看看 比如说 1979年 1979 他会是民国的什么年呢 -1911 68 民国68年 1979年出生的 他应该是民国68年出生的朋友 农历齁 记得看农历 民国年的尾数是8 新元年的尾数是9 所以我们得知 他是 几年 好 那68的位置在哪里呢 最接近的应该是63 用 我们用63下去算 记得顺势增加 63 64 65 66 67 68 所以这个年度出生的朋友 他的地支位就是位 民国68年出生的朋友 西元1979年出生的朋友 他的那个年度就叫做 几位年 好 我们来算 未来 找找 2025年好了 对 民国114年 好 这题太容易了 2014 2024 那我们现在要找 2025 那就是他的下一个嘛 2024 2025 所以 他们这一年的地支位 就是 4 那我们再来找 他的天干 尾数是 西元尾数5 所以我们知道他是 乙年出生的 将来 2025年出生的小朋友呢 他们的农历年对应呢 就会叫做乙4 那10天干配上12地支 总共有60种的拍法 所以 你是哪一年对应的是什么名称 用这个方式可以非常快速的找到哦